康城如果沒有了地鐵 真的等於一個孤島? 今天Vippy 會去介紹一下 除了地鐵之外 有哪三條行車路可以去到市區 大家數不數到呢? 或者知不知原來都起碼有三條呢? 還是你如果多過三條 一定要告訴Vippy 和大家知道 時時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ppy 豬仔頻道 我們康城陷地都住了幾萬人 大部分人在週一至週五 甚至週六都要去 要是上學要是上班 要是早就要出發 除了這個年頭比較特別 可能很多朋友或者同學 都需要在家上課或者上班 工作從家或者學習從家 但平時最主力都要靠 我們的紫色將軍好線 去出回大家的工作地方 或者去回大家的學校上課 最近都不錯 多了一輛新的巴士 98號 在我們張高公園村 經康城 就直接去到牛頭角 觀衡那邊 始終在下輛量來說 就很難巴士和地鐵比較 地鐵始終都是比較可靠 以及在下輛量大 最容易遇時間的交通工具 最主要我們 康城的街坊都主力 都應該會選擇地鐵 正如今天阿VIPI想說的主題 例如地鐵突然有什麼事故 灌下了 例如地鐵爆胎 我們有什麼選擇呢 有什麼路可以出到市區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2018年10月16日 那天正常的上班上學日子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堪稱經典中的經典 RIPI覺得 遲些我也想開集 MINUS的系列 詳細說一下 那天是什麼狀況 RIPI身歷其整之中 究竟是多麼艱辛才可以回到工作 那其實RIPI想說 地鐵爆胎的可能性當然是沒有 但是地鐵因為任何事件 壞車 而搞到地鐵服務暫停 甚至受阻 那個機會 每年都會發生的 那RIPI不是說很肯定 每年都會說 一定有機會地鐵壞車 好像吹奏地鐵一樣 但是其實 我們看回這些數據 真的每年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地鐵沒有了 那康城只有一條環保大道 可以用它通出去市區 那如果我們幾萬人都是用的話 那很難環保大道定得順 或者根本就不夠車 可以載到我們出去 那還有出到環保大道 都可以載到張國有隧道 出了環保大道 走隧道的時候 就不僅是幾萬人一起 塞進去這條路 那裡 那就會跟張軍澳三四十萬人 都塞這條張軍澳隧道 就出市區 因為 我們那條地鐵是一物相成的 如果張軍澳線壞了 就不僅是康城沒有一搭 整個張軍澳都受阻 所以個個都要塞進去 搭一下市場 單車車、的士出去 我們看看2018年 時光渡流 10月16日 市務前例 不單止在張軍澳線 全港四線地鐵都停了 那天上午 我相信 不單止我們空城的街坊 甚至整個張軍澳 或者全港的街坊 都會感受到一種叫做 孤島的感覺 因為發現 不知有哪條路可以出道去 一條地鐵壞了 其他路看來都是走不通 有時候的東西就細時難料 你以為只有那個月的16號 誰知道 隔了一個星期 25號張軍澳線又有事故 分享多一點 平時應該如果乘地鐵 大家尤其是康城的街坊 應該都很依賴這些牌 去決定知道哪一輛車 進來康城或者去寶林 平時是沒有什麼的 但一事故 這些牌指示的資料 就不是說不準 它是一時準一時不準 搞到人事很妖亂 令到你會有機會乘錯車 說到好像很灰 不像Rippy的風格 我們希望 其實就是 理論上 夏年 這條張國澳藍田隧道一通車 大家都知道 有個resilience 除了張國澳隧道 還可以經過隧道出市區 希望它的施工進度 有預期 可以在夏年通車 這條隧道最歷史悠久 由寶林上 經過翠林旁邊的隧道口入 出回藍田和觀塘中間 所以一出隧道之後 轉去藍田 然後可以去東水 轉右出回觀塘方向 或者上了觀塘妖島 去其他九龍的地方 但是 其實 我們康城 或者整個張國澳區 還有 除了這個張國澳道 還有三條路 可以去市區 大家又知道哪三條呢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四 第五條 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 另外一條 大家會最熟的 應該是二條寶林路 經寶林上翠林 再上去康城 然後康城經過馬侯堂 去到瘦摩坪 經瘦摩坪去回東九龍 或者去回觀塘 這條路 歷史最悠久 因為整條寶林路 是支撐著將軍路的興建 即環保大道沒有 環保大道也是靠這條寶林道 去建造出來的 然後 大家平常會少用一點 就是在青上灣 因為是蠻兜的 由坑口那邊 其實 經過坑口村後面的部分 就可以上到青水灣道 沿著青水灣道 就可以經過 荷大那邊 然後進去西貢 過一點點 然後 由青水灣道 可以直接出到牛池灣 第三條路 可能大家 未必每個人都有聽過 為甚麼呢 因為是一條私家路 來的 我們這條寶林站 維景灣本 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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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維景灣本 一出出出出出出遊堂 那條路叫做奧景龍 這條私家路怎麼用呢 你認識人就行了 認識人好過認識路 如果你認識維景灣本的用戶 那你就可以 乘的士 由將軍路進去維景灣本 兜買你的朋友 然後走這條路 就出去 這條路 現在是短過寶林路 或青水灣道 出市區的 所以我們那條地鐵 真的要珍惜一下 因為一關低了 就上班上學 甚至有什麼急事出去 都搞不定 因為將軍路 你都知道 是極之攔截的士 尤其是早上返忙時間 或者的士司機未必肯進來 那不是個個有私家車 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那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介紹了哪三條路 可以出到市區的 多謝大家的時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下一集見 在我們的頻道 記事頂